因為大家就在講 藍白到底該怎麼合 因為藍白雙方其實各說各話 要嘛比民調 要嘛有自己認為整合的SOP 那剛剛看到了韓國瑜 現在國民黨內包括主席 希望邀請他來當副主席 來談整合可能比較有利 那看到在前幾天韓國瑜 國慶前一天 韓國瑜PO出了 跟柯文哲的一個合照 那當然大家就在講 是不是都在聊藍白河的事情 好 柯文哲說 跟韓國瑜雖然在不同的政黨 但是畢竟還是朋友 見面的時候會東聊西聊 什麼都有聊到 那韓國瑜當然是會希望 可以再也合作 所以他反問 韓國瑜到底要怎麼合作 具體的合作的細節 好像還是沒有一個共識 他說會派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進辦的主任周俞修 來跟藍營談 那並且會辦三場的政見辯論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還是堅持要比民調 好 那看到了這一份民調 是會流新聞網的民調 柯文哲拋出藍白河 要比民調輸的退選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呢 37.3%的 是支持柯文哲的說法 那41.4%多了一些些的人 好 認為說 侯友宜拋出來的 這個民調不是唯一的方式 他們是比較認同的 那還有兩成沒有表態 好 侯友宜這邊呢 他是說積極的回應民意 對於藍白河的一個期待 大家都很想要藍白河 沒錯 好 那也會來指派 包括侯友宜進辦的執行長金浦聰 黨的秘書長黃建廷 來作為代表 準備要來藍白磋商 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而且做好了充分的溝通 侯友宜進辦的發言人這邊說 樂見科主席明確指派人選 盡快敲時間來談 那我們來看到 這個派出的人選之一的黃珊珊 她說幕僚接觸 應該是要全程公開透明的 要舉辦公開的辯論之後 再來選擇民調的評比機制 而且希望可以在10月底之前完成 因為11月20號就要來登記了 看到現在這個是2對2 這邊也派出黃珊珊派出周宇修 這邊派出的就是金浦聰還有黃建廷 所以其實黃珊珊跟金浦聰兩個人 都屬於主戰派的 大家就在講主戰派來談判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煙消味 所以如果談得不好 不歡而散的話 是不是會讓藍白破局呢 好 那黃明就說了 民進黨最期待的其實是侯友宜來當政的 因為這樣一來又可以打抗中牌了 那在野陣營在討論合作的時候 應該要想清楚一下民進黨的一個戰略 否則的話可能就會功虧一筷 好 我們來問一下佳馨 關於現在其實藍白好像都已經派出了人選要來對接 民眾黨派出了這個是黃珊珊跟周宇修 那國民黨這邊要派的是金浦聰跟黃建廷 可是剛剛也講到了 黃珊珊跟金浦聰兩個人比較主戰派 會不會他們兩個談一談 談不攏 談不好 可能藍白就會破局 會不會由侯友宜跟柯文哲 那可能再加一個朱立倫 或是再加一個韓國瑜談會比較好呢 其實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因為柯文哲方面 民眾黨方面 他們提說要來民調決定人選 但是我們現在又看到有民調是不支持 柯文哲的說法 現在變成是我們要來民調一下 我們用民調來看一下 大家知不知使用民調整合 就是陷入一個調詭回圈 從這件事可以看到 其實完全用民調本身 來做重大的戰略或政治決定 他可能是有一些問題的 這也是為什麼其實絕大部分的民意 也不是絕大部分 多一些 認同侯友宜超出的民調 不是唯一方式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綠營是會灌票的 綠營是非常會精準的操作民調 包括他們支持者也很習慣 你說不管是配票 或者是說用什麼樣的口語口號 去擾亂支持者 去決定對手的候選人 這個綠營在過去的選舉裡面 其實都是有發生過的事情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做藍白的整合 是不是完全要用民調來決定 其實我想藍白雙方都要非常的謹慎 但是我覺得我目前看到 藍白核的這個進度 坦白講我覺得是蠻樂觀 為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10月就是關鍵月 連金普通老師執行長 他之前也講過10月就是關鍵 那我第一次確認看到說 我認為柯文哲主席他有成一台 是他回來開了那個七大承諾的 國政主張記者會 我認真看了一下 其實那個決定部分都是跟朱立倫主席 早就提出的責任內閣制 內閣制相關的一些主張 幾乎都是契合的 所以說藍白在政策裡面上 在國家未來的治理方向體制上 其實大方向上有共識 這個沒問題 那第二個是 其實很快的就看到說 國民黨這邊派了我們黃建廷秘書長 晉辦派金普通執行長 那民眾黨隔天也馬上回應 好 那我們派黃珊珊派周宇修 其實這兩個兩邊都是 算是在選戰上有實權的角色的人物 如果雙方真的對於藍白核沒有共識 沒有想法 或甚至很多人在炒作說 兩邊主戰派都不希望核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的 在政策裡面跟談判人選上 馬上雙方有回應 其實我覺得雙方都是想核的 只是當然我覺得有一些細節 從政策裡面 到戰力的分配 資源的分配選戰怎麼打 確實有很多的工程上的細節 這要花一些時間討論 但大家都知道 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時間 因為尤其像我在台中選舉 基層對於藍白核的期待跟聲浪 是非常高的 尤其台中是一個搖擺選票 震盪幅度比較大的地方 很多選區 甚至是高達三成 如果藍白可以核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在基層的小基來說 是很好選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我認為藍白核 現在算是走在正軌 走在進度上 那我們也期待說 雙方的談判 雙方的溝通能夠有好結果 而且我要特別講 我並不認為 所謂兩邊都派主戰派 這個對藍白核的整合 是一個 絆腳趾 或是一個困難 剛好相反 我認為雙方都派主戰派出外談 比較簡單 直接比較乾脆 甚至比較有機會 快速的達成藍白核的共識 因為如果兩邊都派主戰派出來談 他們回去還要跟主戰派打架 這樣子溝通是非常沒有效率 乾脆兩邊都派主戰派出來 有什麼問題 我們直接面對面溝通解決 回去也不用再安撫誰 因為主戰派都同意了 那組合派當然是樂觀其成 所以我反而覺得 有機會看到意外的結果 是藍白核的整合應該10月中 現在今天已經10月中了 到10月底11月初要登記之前 我相信會有很多的 明顯的結果開始出現 也希望大家可以樂觀一對 拭目以待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真的仔細胞K肺爾益生菌 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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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